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职业叫做职能治疗师 英文叫occupational therapist 他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介绍职能治疗师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 而且会在哪些工作地点 负责什么样的工作范围 会让人挺好奇的呢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 就是来自陈篤生医院首席职能治疗师 张新慧小姐 早安 您好 张小姐 主持人早上好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可能第一个最喜欢问他的问题就是 请问职能治疗师跟物理治疗师 到底有什么不同吗 对 我有点混淆 很多人都把职能治疗师 和物理治疗师混淆了 那物理治疗师主要是 协助患者在活动方面的康复 那比如平衡能力 行走的耐力 还有他们的锻炼肌肉等等 那职能治疗师主要是关注患者的日常生活的活动 协助他们能够回到就是在受伤或病患之前所能执行的一些活动 所以比如说好像我们看到那种训练 重新走路或者是使用一些器皿 这个就是职能治疗师的工作范围 通常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会有很密切的沟通 就是说我们会先跟物理治疗师先沟通 如果他们是在教那个患者行走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 如果他行走到一个部分 那他站在那边要做些什么 能不能站在厨房呢 准备食物啊 所以我们是以功能为一个主要的目标 所以要进入这个工作 你之前所需要的学位跟物理治疗师是同样的训练吗 要当一名职能治疗师 当然要用有职能治疗的专业课程 会跟物理治疗师不一样的 所以在新加坡 职能治疗的入学需要有A水准 在南洋理工学院修读三年的职能治疗课程 然后在毕业后 他们可以到新加坡科技学院 再修读多一年的 修读多一年来得到大学文凭 他们也可以到外国 如澳大利亚或英国修读多一年 那有一些人可以直接到海外修读四年 来得到学士学位 职能治疗师也要一直不断的进修 我本身可以是专业于手部治疗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我们通常为病患者做的手甲板 是跟着他的手的形状磨的 我请你拿上面一点 所以这是你是对整个人体的 尤其手部的骨骼肌肉构造式 这就是你专门研究的范围吗 就是说在他们受伤的时候 如果需要休息那个受伤的部分 我们就可能会为他做这个手甲板 请你可能拿上来一点 让镜头看得到 那是跟着他的手的形状形成的一个模型 是吧 对 跟模型 他这个是我们还没有想过说 如果今天比如说这样子我的手受伤了 我需要重新训练哪一个东西的能力 那表示是我是什么样的肌肉 需要重新的训练它这样子 看到你伤到的肌肉 它是骨头是哪一方面 那我们就会做出不同的那个手甲板 来协助你活动 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不可以握东西 我不可以握东西 表示是我的哪一些肌肉失去功能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神经线的问题 导致你不能控制那个肌肉 那有时候是因为受伤 导致那个肌肉被割伤 那这些都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的功能 一些简简单单的东西里面 学问好大 非常大 而且星会呢 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场所跟地点 往往是在老人院 护理中心还有医院 而在医院一定是特别的一个部门 对不对 我今天看到你带了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器材 当然如果是在医院还会有比较大型的 来跟我们个别介绍 像你刚刚有介绍了这个汤匙 还有这个手甲板的部分 另外还有这个就是特制的一个筷子吗 这一双 对 所以如果患者因为某种因素而导致他的手无法进食 用右手进食 但如果他并要用右手进食的话 我们就可以建立他用筷子 如果要用筷子进食 就可以建立他用这一类型的筷子 让他较容易握 但如果他完全失去一些狗的手握的功能 可以用这一类型的辅助器材 放进普通的汤匙 让那个患者可以独立的进食 所以有像这样子可以直接这样夹筷子 也有这个可以直接套汤匙进去的一个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袋子 对 然后这个餐具很容易 你就这样子放进去 这样放进去了以后 手这样子套 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建立这些辅助器材 主要是提高患者的独立能力 和他的生活素质 要鼓励他参与最常生活中的活动 这样可以有效地帮一些病人恢复信心 对 所以在陪同他们的过程中 我们要给他很多鼓励和支持 那也要设定一些 实际的康复目标 然后我们一起朝向那个目标 走上去 好 我们有一位谢小姐 可能对这个行业有一些兴趣 谢小姐有什么问题问心慧 没问题 我是说 我自己本身的肘子受伤 因为我记得太重了巴沙的东西 然后 谢小姐 谢谢小姐听得到吗 电话现在不晓得怎么搞的 挂断了 哎呀 不过谢小姐刚刚提到说 好像东西 是不是拿重的东西 久了会伤到 来 请说 其实太重了 就是受伤了 那个手指 中间跟 四肢全部不可以动 无名指跟中指 差不多一个月了 这么久 两个月 虽然我是要问医师说 how to exercise your finger to go back to last time the flexibility 谢谢小姐 你还没有给医生检查过是吗 没有就是说 觉得没有这样的严重性 就是说要do exercise but how do you do the fingering exercise to get back to the flexibility 谢谢 谢谢小姐 中指药 无名指 拿太重的东西 现在有点麻痹 没有什么知觉 通常在我们看任何病患之前 都会建议他们先去看医生 那医生才可以说是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不能做诊断 对 我们不能做诊断 那我们才能根据医生诊断的问题来 对针下药 对对 所以是医生指示 或是推荐病人到你们那个部门去 对 那我们才从那儿接手 就看着他们在访问 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受到什么影响 然后才建议他适当的运动 还有什么活动等等 当然谢小姐情况是很轻微 但我们知道 如果说是中风的病人 在这个整个重新恢复 基本能力的过程当中 这个心情上面 也需要一定的一个调试 这也在你们的辅导范围之内吗 那职能治疗不单只是 关注那个患者的生理的问题 那我们对他的心理和他的智能范围 也是有关注到 那例如刚才你说的 一位刚中风的患者 因为失去了一些日常生活的功能 会感到一些 像暂时无法接受 他们的那个现状 还有气馁 对就是可能很沮丧 有忧郁等等 所以首先呢 职能治疗师会先要 了解那个病患 跟着他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建立好关系 还有信任后呢 我们才可以 一起设立实际的康复目标 然后在设计那些活动的时候 要确保有足够的挑战性 不能太简单 也要确保 他们能够达到成功 这样才可以提升他们的 提升他们的那个信心 因为可以想象说 你们会是在可能病人康复的过程当中 最好的占有 可是这整个治疗的过程来讲 尤其可能在费用方面 是不是这个病患的家属 也要有能力负担呢 在新加坡 就是说如果对 在经济上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叫那个social worker 社工 社工来协助他们 支付这些费用 就是说帮他们去询问 个别的一种支款的一些方式 还有援助的一些费用的方法 对不对 对